你好,我们客人所的采访给你采访 可以采访啊,到床拍吧 23,上海人 我家里是开游艇俱乐部的 保时龙的,大概7万6左右吧 这个爱马仕2万多 手桌都是爱马仕 一个是6万多,一个是8万多 包包也是爱马仕的,30万左右 我的运动服是荷包蛋的 因为在游艇上比较适嘛,防晒 大概500块块钱嘛 爱马仕的小白鞋就是一匹的1万多块钱嘛 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做的8000左右吧 人民币 我的游艇,我爸送我的 他送我的时候说大概2000多万吧 我觉得120,因为我觉得我值120分 因为我觉得开游艇很自由啊 就吹风的时候不觉得很爽吗 我觉得跑车我不喜欢 我觉得太土了吧 哎你好,我们客人要锁动采访帮你一下吗 可以,先让我下来吧 啊好好 20,杭州打开网吧做电竞 耳环和发卡是一起买的 好像也是三四十吧 我的项链是潘多拉的 好像六七百 小项是我妈妈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内搭三百多 镇上是淘宝买的 好像三百不到的样子吧 我就穿着防晒 裤子三百多 鞋子七百块 包包是MCM的三千左右吧 爸爸买给我的 戒指是妈妈送的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我手表是迪奥的 四万二 手足是跟爸爸一起去营店里做的 我一个我爸一个 项是我爸给我买的 灯池炸鸡四成四 是我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好像三百八十万吧 八十万 因为就比较随意嘛 我爸可能嫌我车机不好吧 他觉得大机比较耐壮 然后我爸觉得我找不到对象 说谁跟我找对象 我快就把车送给谁 抖音